小姐姐追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带着追剧 帮你拍你的小嘿 我是好妹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那部剧叫做 我在他乡挺好的 姑娘 最近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句如其名 讲述的是一厢人在北漂中经历生活 事业感情的种种考验 那部剧的开头挺有冲击力的 一上来到 哇 那一开场都去世的感觉 是不是像局了 一下子都让我提起了观看的欲望 但是接着看下去了 我要给你们提个醒啊 这部剧的前两集非常的自愈 在一开始 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是胡晶晶 在朋友眼中啊 他是个活泼开朗的小太阳 他会在陌生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 他对工作也非常的上心 为了谈业务一大早都跑到别个公司楼下去等到 但都是那个一个善良且认真工作的人 却在生日的当天被公司逼到起劝退 理由是他加班少 在做完自己工作的时候没有去帮别人 救命 看到我钉子都捏紧了 那说的四人话吗 我事情做完了为什么不能下班 为什么我还得帮别人做事情 我是不是还得帮他们喂饭刷牙洗澡 把他们公公晶晶的请上床 他就是找个理由来开你啊 而且他找的理由都是不合法的 那可以啊 你开我可以啊 赔偿金到位谢谢 他不给赔偿金 他威胁他 晶晶呢他就信了嘛 特别难受 而且晶晶还是他过身 唉 即便这样接到朋友来求助他 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去帮忙 谁敢动 谁敢动他 来啊 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来 胡晶晶已经瀕崩溃了 不然他也不至于拿到些菜刀 跟别个插哦 对他把他朋友都黑到了 刚刚这么吓死我 咋了你这么久 从来都没见过你这个样子 还好那个时候他收到了警察的祝福 生日快乐啊 看到了朋友们给他准备了生日惊喜 内心温暖也让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他回家化了妆 穿了好看的衣服 准备美美的过个生日 事情看起来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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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老天爷要在他过生日那天 遇见那么多的糟心事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呀 你以为事情会好准的时候 事情总是会往你不想要的 最坏的方向发展 胡晶晶绝望的走上天桥 结束一通电话过后 深色恍惚的李秀子 结果啊不小心 手机又着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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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胡晶晶的这条线看得我太窒息了 但其实胡晶晶自杀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倒霉的事情 她的自杀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而这也作为悬念贯穿于之后的剧情当中 对美极呢就出一点点线索 再留一个更大的疑问 把我观看的欲望一直悬到起 本来讲第二位打工人 乔西成的故事 她呀是胡晶晶的好朋友 胡晶晶去世的那天她也很惨 早上租地铁呀 聚见个吃包子的还照见了一脸的豆浆 公司新坏了市场总监第一次开会都迟到 不仅如此 在开会的时候啊 还得被迫请假去处理租房子的事情 黑中接受了她半年的房租过后 跑路了房东上门来赶人 幸好有晶晶的帮忙 她才渡过了那盘难关 下班了呀想好好给晶晶亲个生 结果呀却收到了晶晶去世的消息 面对着警察的问询 她回忆了与胡晶晶相处的那一天 但是她真的想不通 社会在自己是不是忍受自杀呢 我想不通 但是打工的没有时间伤心 因为公司上层变动 她被辞退了她重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重新投入工作的她也很糟糕 好心帮同事忙带她做项目 结果却在同事摆了一道 不仅想抢她的功劳 还栽赃她弄丢了公司的重要文件 想到去找个下家 却在面试的时候碰到了自家的上司 我要做活动啊 拉货的货车在高速上发生事故 她得一个人跑去调货 晚上还得一个人给货上活动包装 好不容易找到了新的房子 结果遇到了还是个奇葩室友 不仅乱放东西不扔垃圾 还带男朋友回来过夜 那个室友的男朋友他上厕所还不关门 他去找室友理论 我男朋友天天免费让你白看 我问你收钱了吗 我是你仙人 但是好了是那些事情都被一一解决了 新来的上司是个有脑子的人 诬陷她工作失误的同事被开除 她成冤得雪 在她以为得一个人通宵弄货物包装的时候 她的同事们都非常巧合的出现帮她一起面对难题 她还租到了一间她很满意的屋子 真的如果说福晶晶的那条线让人治愈 那么巧西成的那条线 让人可以看到风雨过去后的阳光 接着我们来聊对三位打工人 她是晶晶的表姐 你别看她是个在公司自己创业的小老板 在北结婚的风声水起来 其实她一边偷偷的在治疗癌症 还要一边应付妈妈的死亡催婚 而且催婚她不分年龄不分 都是我看家长 只要家长觉得你需要 他们想催拦都拦不住 我妈可能也觉得我非常的需要 为了躲避催婚 那我已经一个都没回家了 我跟我妈说过不要催了 我不想结婚 她说我不笑 技能家好 为什么没想要想个亲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结果要来来都是些卧龙奉俗 就是这个电视剧可能有些许的夸张 但是现实生活中 如果遇见这么多卧龙奉俗的话 可以尝试像契兰家这样得回去 这个哪有毛病 话太多 问题太多 你刚刚那么多整容途径 怎么不整容自己 每当看到那些人 我总是会想起一个女人那一句话 就知道明明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她却可以那么自信 这个女人更难 她现在在Gabby 动物台 受苦 扯远了扯远了 除了应付那些技能 家还得面对生活中 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 租了房子厕所漏水了 自己还不能修 必须要房主的各种称名 房主又在国外 想买个房子 人家掏光了所有金属 也只够在北京付个首付 这个真的很真实 这个很真实 那才是真正的打工创业者 这些是很糟心这种 我是觉得这个句 他虽然说有些许的夸张 但是他还是很真实 比如说那种 你住在大房子里面 你住在市中心 吃着泡面 吃着热锅 第四位打工人 李延 是一名售后客服 有一个交往了三年的 北京本地男朋友 日常爱都是买包 跟因为买包 跟男朋友吵架 他的故事 其实我没有太大的共情 我就觉得他跟他男朋友 一点都没有长大 没有像其他三位一样 经历社会的主打 还是两个小屁玩的 确实 那个角色并不讨喜 但他确实是 现在部分女儿的生活现状 而且他还有物质焦虑 容貌焦虑 那都是我们现在的 真的自信最美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 其实素颜和普通的化妆 可能你的差别并没有很大 但是你会觉得自己美妃了 那只是因为你自信了 对对 给了自己一个心理的暗示 对我素颜的是 别人看我眼睛 我只觉得 天哪把头低下去了 可是我化了妆 别人瞄我眼睛 人家可能往这边看 并没有看我 我轻轨上那么多人 是吧 这个人又在寄予我的美妄 你真的长得很好看 我也长得很好看啊 不是 我要自信 真的一定要自信 不要太关注别人的看法 说什么人言可畏 但其实你不用管他 就喂个屁 对啊 而且有些人他嘴上说你 只是因为他怕你 变得更 他就是嫉妒你 嫉妒你的美妄 放弃吧 这个美妄 你吸引不了我的 虽然这部剧的主人公 太多 甚至有一个主人公 在一开始都领了活饭 但是这部剧将他们塑造的 都很立体 你会跟着他们进入剧情 哭哭笑笑 虽然那四位主角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是他们遇见问题 首先想来是自己解决 实在解决不了 再找朋友帮忙 这个就跟某些剧的不一样啊 没有什么空降下来帮忙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不管什么事情 你要首先想要自己解决 你自己要有自己的能力 你这样你才会有一个 独立的自我 而且那部剧的演员 眼睛一点都不拉垮 比如 胡晶晶故作坚强的时候 我已经到了 一会儿来了 你们就会看到 每天的我在等待你们 比如 乔西成想念胡晶晶死 一下子就把我拉近了情绪 头哭得稀里哗啦嘞 他乡的编剧跟导演小的 普通人的生活头 除了爱情 还有很多交心的地方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开豪车住别墅 谈生意也并不是 随随便便在酒桌上 砍砍大山就能谈成 我们很多人出门 依然是要去挤地铁 挤公交 也只住得起单街配套 甚至还需要跟别个合租 更不用说遇到什么 事业啊 财源那种天降横货 太真实了 最近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北票人 关于这部剧 表示感同分寿的私信 在后台给我们推荐这部剧的朋友 提到的最多的词是真实 这部剧确实很真实 好不容易打个车啊 前面还有三百多个在排队呢 好不容易租个大点的房子 便宜是便宜 但是离市区十万八千里 可能去上班都要坐两个小时的车 家头的人听见孩子生夜了 还在加班 都让他回去的时候 不要节约钱 打车嘛 还给他赚了打车费 结果那个玩儿 还是很硬气把打车费退回去了 一个人去吃饭 饭还没吃完 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 吃饭被收了 等等等等 还有黑多黑真实的点 但是因为时长问题啊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通过这些我们真的能感受到 他相爱是在用心的表现 普通人在外奋斗的心路厉腾 希望他可以成为一部分人的心理慰藉 告诉他们你不是在孤军奋战 那部剧的主角在家里人 问起自己近况的时候啊 总是会说我挺好嘞 相信现实生活中 在外打拼的人也是一样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说那句话呀 只是为了让对方安心 毕竟呢身不由己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真心希望所有在努力打拼的人 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偿所愿 发自类型的跟家人朋友们说出那句 我在他相挺好的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们不要忘记 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吧 别忘了关注我们 我是小黑 我是哈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等一下 先别滑走 很高兴能够作为 Bilibili直播嘉年华 推荐官 跟B站的小伙伴们一起 告数价 2021 Bilibili直播嘉年华已经上线 每晚都有精彩直播节目 不容错过 赶快点击视频下方按钮 预约嘉年华节目单 锁定每日精彩内容吧 对于开播有兴趣的小伙伴 也欢迎搜索直播嘉年华 前往活动首页 超多现实福利等你领取哦